大家早晨 今天是長週末假期的第二天 一會兒我會出街玩的 出街之前 和大家做這個美股週末分析 講題是標指 即是標準普爾500指數 跌勢已經告一段落 在我監察的12個環球指數之中 最新的情況 標短期最強的依然是日經 東京日經225指數 美國的納斯特克綜合指數 就上來第二位 跟著到香港厲害了 恒生科技指數爬上來 去到第三位 標準普爾500指數 一會兒和大家重點分析的指數 在第四位 第五位是倫敦富士100指數 短期有沒有分別呢 看看 都是那些 科技指數香港的 就上去第五位 相對地表現好了 日本依然是第一位 中期日本也是第一位 香港上不上來 香港的紅籌指數在第四位 中期科技指數 我們關心的在第九位 至於超長期 都是日經爬頭 霸了頭位 香港科技指數 香港科技指數在哪裏 科技指數很差 第十一位長期 挑長期都第十一位 我們就講了這十二位 即是說 美國科技股帶頭上來 看看 標短期 短期 中期 長期 全部都佔第二位 是不是很強勢呢 我們正在說 標準普爾500指數 由超短期 開始 第四位 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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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這裏 就在第五位 超長期 超長期 美國的臨時打重指數 就是第四位 好了 跟著 我們看的就是 這個 標準普爾500指數 就這樣 很多人看美股 可能看得久 很久很久之前看 就看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分析 我告訴大家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有些偏制 是有些問題的 即是說 不是根據市值 加權去計算 所以 我就不太看 況且 在全球買賣最活躍的期貨 不是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而是標準普爾500指數 所以 我們 集中看 如果你要反映 美股的大事 就是 標準普爾500指數 標準普爾500指數 納斯達克 綜合指數 順便再提多一次 我們有聽過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很多人以為 但是它是一個行業分類指數 即是好像香港的 互生科技指數 其實不是分類指數 因為我們有主要兩個市場 一個是納斯達克交易所 一個是納斯達克交易所 納斯達克交易所 裡面有很多隻股票上市 所以 所有上市的股票 除了很少部分 可能剛剛上市很短時間 不算 所有上市的股份 股本證券 用加權計算 來計算 來計算 計算出的指數 就是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是全部計算的 我們香港現在用的指數 沒有的指數 是全部計算 二千多隻 沒有的 它是全部計算的 大家都知道 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 很多都是科技股 還有科技股近10年的市值 是膨脹的 所以 如果你只是計算那些科技股 就是佔了大部分 有一個叫納斯達克100指數 那這是什麼呢 原來 它有一條例 就是說 如果將市值頭100位的股份 那當中一定不是全部科技股 有些是特別是市值大的 那些是金融股 那條例就是說 我們將非 我們只是計算非金融股 就是說 納斯達克市場 就將這個交易所 就將所有金融股剔除 剩下那些 包括主要是科技股 也都用市值計算 頭100大的市值 就是計算出來的 納斯達克100指數 所以很多人說 納斯達克100指數 是更加能夠反映 美國科技股的表現 這是正確的描述 如果納斯達克 綜合指數 就只不過反映 在納斯達克市場 上市所有的股份證券 那個表現 當然 如果你在紐約交易所上市 我們就沒有一個全部的 大概就用標準普258指數 順便看看 最新的今早凌晨 美國收市 因為憧憬 我會搞定 就是說有進展 美國政府和國會 共和黨的談判 有進展 所以 就是 反映了 美股 升幅 是1%至2.19% 表現最好的 納斯達克 它的波幅更大 所以我說 即場已經很好的電落 另外 歐洲市場方面 看看 英國倫敦 英國富士指數 就是 升了0.74% 當它收市 早過納入市 法國的CAC 40指數 升了1.24% 然後 輪到德國的DAX指數 DX30指數 就升了1.2% 全部都升了 好 我們現在就集中看 標準圖258指數 先看日線圖 日線圖 昨晚 就是今次凌晨收市 出現了一支大洋燭 所以 我大膽估計 在這裏 即是星期三晚 星期三晚 即是5月24日 低位 4103.98 已經短期見了 跌浪底壓 現在反彈上來 昨晚最高位 見過4212.87 比之前 在5月19日的高位 4212.91 是相差少少少少 昨天是4212.87 4212.87 但是19日的高位 是4212.91 差0.04 未過 另一個勢頭 剛才說 談判這裏 不是再說 兩方面 正常 正常 就是這樣 摸底 摸對方的底線 向上破的機會很大 即是正式結束了 即是 如果你做短線投機 無論你進了市 就指贊位 未進市 就指洩位 你的最後指洩位 應該立即 向上去 星期三的低位 4132.96 這個就是短線要看的 就拼它 升破 這個4212.91 就是向上市 初步一看 六眼都看到 這個高位 很明顯 4325.28 是去年8月16日的高位 這裏就是初步的阻力 看看是否 由這裏開始 反覆攀升的勢頭 可以延續 這個升浪的起點 是 去年10月13日低位 3491.58 一路升上市 好 我們看看昨日收市位 如何 昨日收市位是高於 收市位的粉藍色 高互保利家通道中軸紅色 以及高於SAR綠色 這兩個指標也是理好 接著我們就輪到 這個RSI 分得上50 上邊 到61.7567 都是利好 STC 是 可以的 因為STC %K 仍在69 %D1 74 早前發出了一個 沽空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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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於90 時上出了 在高於90 位置 %K跌穿%D 現在仍是利淡的 MACD 由Difference 回到正數 剛剛回到正數 看看是否 上個星期 正何虎 不是 原來一直正 看清楚 正 不是 對不起 Difference 在前面 看 在這 看這個數 是負 由負變分正 即是說 從新發出雙流賣訊號 指標方面 5個分析指標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4號一達 形勢短期變為向好的 暫時這一刻 但我擔心的就是 究竟Difference 能否維持在正數 如果不是 下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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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是偏好 這兩個 我並不擔心 這兩個 都不是擔心 我最擔心的是 MACD 我希望 企業穩定 而遲些 STC%k 升幅是%D 我變成5號一口 這個就是 短期的形勢 另外 另外,如果您看一条支持线 很明显,这是一个低位,拉到线 然后,我们选择了一条支持线 这条线没有支持线 这条线是支持线,再画一条 这条线是失而复得,不算不错 是失而复得的 至于阻力线,刚才说了 这条线可以画画,就是这个高位 在这里,很清楚了 我们说短期形势 美股短期形势,挺好的 中期又如何? 中期近日很明显回落 很明显回落的时候 上个星期最低的位置 是否要吃醉? 应该是阻止了 上个星期,曾经急跌 你会看到脚很长 最低是见过4048 最高是412.99 周线涂量 连续三个星期上升 连续三个星期阳足 但阳足新区越来越短 就有点阻力 上面有点回头压力 中期形势是这样的 我们先看看 我们的技术分析试表 先看看 收市位是高于保利加通道中族 高于SAR 高于SAR 先看看SAR SAR是在 123星期前 出了极点高位 是4195.34 接着 收市位 4109.31 4169.48 4205.45 在第三个星期 叫做 及时收市位 是高于SAR 極点高位 4195.34 所以 三个星期前的低位 3942.86 是中期新的重要支持位 不容有失 3942.86 大家记住 另外 如果再弹上去 我说看量度升肤目标 肉眼看 我当然是看0.5 差不多到了 0.618倍 那在哪裏呢 我可以和大家计算 我先计算 我先计算 由高位跌下来 这个是 4817.88 有没有错 4817.88 对不起 4817.88 我先计算 4817.88 4817.88 4817.88 再计算一次 最低是曾经见过 3490 这个已经是3490 齐头的 反弹0.5倍 难度升肤 4153.94 暂时最高见过 4212 所以应该是看这个 4310.63 很关键 下个星期 4310.63 过不过 到呢? 升多100点 站在上面 要过 站在上面 关键位是 4311 4311 4311 4310.63 4311 大家记住 中期的重要阻力位 要站在上面 中期后市升至 有望继续上升 最后我们看这个月线图 咦 不是啊 对不起 我刚才说过的月线图 一直说错了 一直说过月线 不是上个星期 刚才说的星期 全部变成月 就对了 意思是 长线的 新的重要支持位 已经常移到39 4.86 不是中线 刚才我说的是中线 就变成长线 而这个星期就变成绝 为什么呢? Investing.com 有很多东西是很不好的 除了刚才说的 价位是日线图 月线图的高位 有点偏差之外 譬如DMI 你放在后边 又放在前边 很容易看错 这里也是 日月 星期 又不让你转移 又不可以日 星期月 对我不是按错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那我们 现在 看完长期 看回中期 刚才那个目标 是长期的目标 现在是1068倍量度 量度星风目标 就是我说这个 4310-63 中期仍然是横行的 都是看这个 刚才说过的 四 应该是中期 在哪里 中期的重要阻力位 应该在这里 去年 68月15日 开始那个星期的高位 4325.0 4325.0 就是中期的阻力位 画图示篇给大家看看 我会更清楚 我会更清楚 我先放在这里 我会更清楚 OK 然后 然后 第二个星期 今个星期 新区就很短了 是 六得的 是阳烛的 两个星期上升 两个星期阳烛 就 1 2 收市位 高于Polica通道中族 高于SAL 都是利好 至于这个 RSI好 STC 还是好的 不过%K 就已经进入了极度 超买区 %D 也是超买区 再升 所以在今次 发出公信号之前 究竟 可不可以升得高一点 两个位 升高的位 都是那个 都是刚才认识的 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那个 4325.0 之外 认识的 4310.63 都是看这两个位 当然 你再看高一点 有一个 这个 去年3月28日 开始 星期的高位 是 4637.90 4637.90 RSI好 STC好 MACD 都是好的 5个 主要技术 分析指标 全部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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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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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 都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